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杰克提高班的,这次来的是军工厂的一个闪现杰克 这次跟之前的教学不一样,没有带的是封疮加挽留 我们这边先看一下,这里也有耳鸣 会有求人者 之前是给大家的是封疮加挽留 这次带来的是底牌加挽留,是不一样的一个套路 没找到,刚才这里的求生者是个佣兵,哈喽半天耳鸣 交互币就算了,这刀就当提前开的一个存在感 目前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因为小木屋那边是肯定会有一个人的 但是我刚才过去没看到,而且没有耳鸣,这里先不着急 他们因为有一个先知,而且是开黑的,所以说肯定会有一个爆点 我这里绕一圈之后再杀回小木屋找一找 因为佣兵也在这个方向 调酒师给佣兵喝了一瓶酒,那调酒师在这个方向 看见了 有点亏 我这里需要,诶,赶紧把这个调酒师给秒了 他有先知的一个加持 然后 打一刀,快速再补一刀 他喝了酒,我有闪现 不慌 而且能够快速进入隐身 好的 这样的话还能管住一台先知的电机 误刃好了 所以说我把这个误刃给用了 算了,他走了 没关系 这就是打四黑或者说两两黑的时候 他们如果有爆点 你开局特别有先知情况 很难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找人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诶,绕一圈 刀污热甩中 赶紧打,赶紧就 这里再帮忙卡点 污热马上好 污热马上好 好的 那么这一波能打出一个双导节奏就非常的不错了 那么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刚才的那一波反绕 找到了这个调酒师 然后配合着闪现 把这调酒师拿下了 如此一来他们的一个救人节奏就要来补 或者说他们放掉这一个调酒师呢 是一个宝瓶的思路 我们看一下电机一台在动 外置位的话 两台都在动 我可以把这个佣兵挂上了 确定好两个人都在修机 然后把这个佣兵挂上 这个调酒师肯定是没人救了 然后我们去小木屋找 看两台剑就全部点掉 我守着一台遗产 感觉应该是进点这个人可能会来捞这个佣兵 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见足迹了 刚才人在这边 看见调香师来救 先知也过来 卡住啊卡住 谁想救 这种节奏其实屠夫是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两个人都没有在那边修机 我这里还能骗道具 先知也想偷 先知在修机 先打一刀 这一刀没打出一个震射 那边电击是被开掉了 我闪现马上好了 这里如果说放任这个先知开机呢 我这把是有可能被他们扳平的 一定不能够放任这个先知 甩中 抽到好 那边应该是要去摸这个调香师 赶紧过去 五挂这个调香师 哎呀起来了 起来了问题也不大 看见佣兵了 等佣兵的一个护臂 哎 往这个方向走 拉到好 这里应该是看电击 再动再动 要去把这调香师给秒了 现在这根弦还没断啊 现在这根弦还没断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这里等一等 好先知起来 两个人倒在地上 管这台电机 基本上就能拿下 先知 还想来开这台电机 我先把人挂上 因为目前他们如果能压好机 这佣兵一时半会起不来 我要赶紧过去 把这个先知赶走 他在给佣兵拖时间 佣兵起来了 回来了 刚才佣兵应该是倒在这边附近的 我只要看这台电机就可以了 卡过半了 过半了以后 这先知应该会回来 找到这先知 不要管这个调香师 抓这先知 香师交掉自摸的 他在看我的误刃 击打 好那边救下来没有关系 佣兵交掉自摸 调香师上挂飞 随便抓谁都可以 只要守住台电机 这把就赢了 最好是抓调香师 最好抓调香师 看见了 水龙兵 水龙兵 交了护臂 一刀打中 但是因为有兵有一个那个啥我这里还不能够立即的好他这个方向是摸不了那个先知了好那么这把是四杀了 调香师在这里 两个交掉自摸的 一刀倒地 完成一个四杀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潘大帅的减肥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